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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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超級好 我眼睛都睜不開 我就是這樣子 耶 我已經超久沒回來了 我們現在 我找到了一個陰影的地方 就是我眼睛可以張開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飯 現在已經11點了 義大利有特別特別的多那種咖啡bar 就是早上你就去喝咖啡 或是上班上一上 你就是中場休息 你就去喝咖啡 做什麼事做到一半喝咖啡 我們都會直接叫它bar 然後那種地方就是會有 很好吃的早餐 甜點 那種小甜點 然後配上一杯咖啡 就是義大利人的早餐 總之我現在就是要去吃早餐 快樂 Jour餐 對 快樂 在一起 你們知道這個水是幹嘛的嗎? 就是你如果在bar裡面消費比較好一點的 它會你點了咖啡會附上一杯小小杯的水 然後這個水就是讓你先漱口 然後漱完喝完水再喝咖啡 讓咖啡就是留在你的嘴裡有那個香味 還有一個蠻好玩的東西 就是在義大利如果你點ラテ 他們會給你一杯牛奶 因為ラテ的中文是牛奶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想要喝拿鐵 你就要點ラテマキアト 就是有一點污漬的意思 所以ラテマキアト就是牛奶有一點污漬 就是加了咖啡 就是我們平常喝的拿鐵 但是它會牛奶味比較多 牛奶也多咖啡少 如果你想要咖啡多牛奶少 就是咖啡マキアト 不然你就喝卡布奇諾 好厲害 好厲害 有這麼高的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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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paradise stasera che mi fai discoparadise paradise discoparadise superbad due my thai faccio la pole dance e dopo un hotel oktoberfest con il degrado come special guest all'entrata non ci sono guardie puoi entrare pure senza scarpe in privato como un volo charter in ciabatte fisto red carpe sei penso al mio futuro vado in panico l'assia fatto i giù ti po yo yo come tutti di italiani all'estero l'anno prossimo non votero alza al finestrino chei togliamo battisti 进城了兄弟们 yeah waii 今天是刚好赶上 那个同志的游行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看一下 我之前在台湾有参加过 然后在国外还没有 第一次赶上 特点 mujer njo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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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的 我們現在要去比薩斜塔 然後最近 最近義大利都超級熱 而且聽說下個禮拜會45度 請問是要怎麼扶我啊 我們是從肥冷卻來比薩 然後就順便直接逛一下比薩斜塔 然後再回去 就是在這種景區裡面 通常要有兩類人要比較小心 一種是賣東西的 就是他們手上會有一些鏈子 或者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會靠近你 但是這種只是想要推銷 只是想要賣給你而已 然後這種你就是拒絕就可以了 但是要謹慎的是 有一些會直接往你手裡塞 然後你拿了他就說跟你要錢 然後另外一種 在以前比較多是吉普賽人 吉普賽人就是偷東西的 就是 不是說什麼種旗事 或怎麼樣 但他們真的就是 很愛偷 然後以前是可以從他們的頭髮 就綁辮子啊 還有穿長裙 就可以分辨出來 但是現在他們已經融入了 就他們會打扮得像觀光客一樣 所以就不太好辨認 所以就是要自己顧好 然後只有 就只有當地人比較能分出來 哪些是小偷 基本上就是景區這兩種人最常 就是 對你的旅行造成不好的印象 跟影響 就是這兩個比較注意 其他的話 基本上還是蠻好的 然後我現在就是 手機上戴了一個扣子 然後基本上就扣在手上 因為很怕被偷 好 好 大家請看一下 請看一下 看完了嗎 好 走了走了 太熱了 我現在自己一個人在這邊 閒晃 因為我犯了一個錯誤 我沒有預計 我們今天會走進教堂裡面 所以我穿的是無袖 然後我也沒有帶一個絲巾什麼的 總之就是 在這邊要備好 如果你要穿無袖的話 或是短裙都要帶一個絲巾 因為進教堂是不允許的 所以我現在在外面一個人 等我爸媽他們 好 我們現在要去吃披薩 不要拍我了 是我們的晚餐 是我們的晚餐 然後這是我回來到意大利 到現在第一餐吃披薩 還沒吃意大利的披薩 意大利吃披薩是 一人點一個 不是像我們平常那樣子 大家點很多 然後分著吃 大家就是自己點自己的一個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吃完那個大披薩 我就不懂他們的胃 怎麼可以食量這麼大 而且是真的沒有鳳梨披薩 在這邊吃鳳梨披薩會直接被打爆吧 就是你直接根本找不到這個披薩 但我還是很喜歡鳳梨披薩的 這邊後面那個不是這一個橋喔 是在後面那個橋 就是Pontevecchio 然後呢當時二戰的時候 其實人們希特勒是要 就是希特勒炸了很多這邊的橋 唯獨Pontevecchio他沒有炸 因為他說這個橋很具有歷史性 所以他就沒有把它炸掉 這一隻是要再炸製一下 好哦 這個橋小姐 我叫你家 超過的 很多車的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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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讓你走 所以我們就有了 不用拍我,我幫你弄,因為很醜 我們現在吃完了,大家猜一下現在幾點 11點半 但是11點半 11點半路上還超多人 因為最近就是太熱了 而且義大利人就是夏天本來就會出來散散步 然後他們吃飯時間又比較晚 所以大家吃完然後又吃很久 吃完就差不多11點10點多 然後大家才會出來散步 所以市中心其實雖然店關得早 但是路上人還是很多 然後晚上吃冰淇淋喝咖啡的人也很多 給你們分享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流傳下來的一件事 但是不能確定是真的 先給你們看這個東西 它是在Para Zabekio的右邊這個地方 有一個 OK,好,故事開始 這是米開朗基羅那個時候在這邊 他們大家都在聚在這個廣場上聽演說嘛 然後他就很無聊啊 他就站在這裡聽的時候 後面就手就放在後面背著 背後這樣子用手去刮那個牆在牆上畫的那個畫像 無聊,人家無聊畫這個兄弟 無聊背著畫這個 現在看到的這個是舊宮 然後呢 我手指的這個方向 就等一下會看到一個瓦薩利長狼 然後瓦薩利長狼是大概在16世紀的時候 麥蒂奇家族他們當時要娶奧地利的公主 就是我現在手指的這個長狼 當時結婚他們是要從舊宮一直走到碧堤宮的 然後這整個全長大概要一公里 要經過老橋 然後當時老橋是一個賣肉的市場 就是誓說奧地利的公主不想要跟人群走在一起 就說如果能夠不讓她經過老橋 抵達碧堤宮她就願意嫁 所以他們當時就蓋了這個全長一公里左右的瓦薩利長狼 然後我們現在走的這個就是烏菲茲美術館外面 上面就是有這個 那也是一種半隱形的長狼吧 就它不是很明顯 它是隱藏在建築物裡面的 然後 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露天的電影院 意大利夏天經常會有這種露天的電影院 或者是音樂表演都是免費的 然後就是讓大家都可以去參加去欣賞 回到這個長狼 因為當時這個長狼穿過老橋嘛 所以老橋的肉市場也是從那個時候就被搬前 改為經典 就是到現在老橋上還是有很多這種經營珠寶的店 然後看這些畫家 這邊下午就會有很多很多畫家在這邊幫遊客畫畫 看這個老橋上面 有一個一個一個小窗戶 這個就是瓦薩利長狼 現在這個長狼是被改為一個小型的博物館 但是它只對貴賓以及一些預約的小團體開放 所以我到現在還不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 就是這樣 報關完畢 走回去囉 好 而且這邊有一個很棒的一點是 因為Virense的一些建築 老的歷史建築 它很多都在一起 所以散步都可以到 所以大家就很喜歡晚上的時候出來散步 整個城都是古之人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特別特別特別浪漫 對 我選擇有點不容易 為了 再有一個前景 像這樣